美军对伊朗人员和设施打击计划获得批准 关注一个时间点 TikTok的执行长周寿兹在遭到美国参议院的质询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藏人器官 大陆网红王大娟的先生因为一线癌去世 这个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一名男子乐山大佛头顶小便引发网友讨伐 嫌自己的命太长 刘德华划铁卢成为中国影邪的副主席引发了热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 在今天节目开始前 小兰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 那希望之声组织的2月18号 六天午夜的日本关东之旅 泡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机会 关东进港的8000多颗合金樱 因为地热和品种的不同 成为了日本的第一樱 花朵大 粉红色 非常的美丽 2月份将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 您可以错开拥挤的赏樱人群 来这里独辟蹊径 在享受美景以外 还有四叶的温泉 一箱宝 石河 热海 充裕的温泉池场 漫步在十里长堤的樱花隧道 品尝着日本的特色美食 这将成为新年里 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 赶快赴约吧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855-955-5227来联系我们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据CBS的报道 在近日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 遭到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名美军三名以后 今天2月1号 五角大楼对伊拉克 叙利亚的伊朗人员和设施 进行打击的计划已经获得了批准 这些打击行动 是针对这个地区美军遭袭的回应 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 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 这是中东的一个危险时刻 他指出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持续战争 以及胡塞叛军在野门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也都在这个地区发生 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努力避免在这个地区 更广泛的冲突的同时 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捍卫美国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人民 我们将在选择选择地点和如何选择时做出回应 有网友说 美伊战争一触即发 美国已经决定打击伊朗资产和军事人员 白宫在昨天1月31日指出 约旦境内美军遭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是伊拉克的伊斯兰反抗运动的物装组织 隶属这个组织之一的珍珠党 近日宣布准备攻击美国在中东所有的基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今天2月1日报道说 珍珠党发言人提到 因为是拜登想把这个事态升级 所以这个组织正在全力准备 随时随地都能攻击美军的基地 这个发言人还强调 这个组织的远程武器 可以打击所有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 局势紧张升级之际 1月31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24小时内 发布了三份声明 其中宣布美军在野门击毁了 多达10架准备发射的无人机 另外美军卡尼号驱逐舰 还在亚丁湾击落了3架伊朗无人机 和一枚胡塞反舰弹道导弹 值得关注的是 网友INTI发了帖子说 拜登将会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行政命令 是针对以色列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 将会采取严厉措施 拜登的这个举动被认为 是对以色列政策的重大挑战 也是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重要政策调整 可能会引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更多纠纷 资深媒体人江峰先生认为 战斗一定会有的 延迟是因为害怕开战 对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 以及对即将展开的2024年初选阶段 产生不确定影响 但是玩打不如扫打 这是美国政府的信用 阿富汗撤军已经搞得很被动 报复性军事行动 不仅是对美国军事资产袭击的惯例反击 也是美国政府弹压国际坏蛋的决心 但是拜登现在心里恨得慌 伊朗太不配合了 如果再晚一个月 在红海搞事情 就可以给自己在大选年开始的时候做文章了 因为每个大选年 各州的初选与党团会议并非同时举行 而是会持续数月 通常是会在1月下旬或者是2月上旬开始 也就是说如果再晚打一个月 对拜登大选会更有利 江峰先生认为 初步估计这次军事报复 即便展开 行动效果和力度都会有限 因为伊朗等等相关之军事力量 已经从危险地区撤离 估计美军会在本周末象征性的发起攻击 特别是周五晚间到周六的晚间 这样可以有一天的时间 让市场充分接受战争开端的不确定性和恐慌 在下周一的时候 股市和国际市场油价不至于出现大幅跌落 那观众朋友您认为美军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起攻击吗 请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昨天1月3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大型科技公司与在线儿童剥削危机展开了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对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寿兹 关于这个平台和中共的关系进行了质询 同时揭开了抖音恶意伤害美国人的数据 在听证会上 Meta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X平台的首席执行官雅卡里诺 Snap的首席执行官斯皮格尔和Discard的首席执行官西特伦都面临质询 而周寿兹因为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共的联系遭到多次的炮轰 共和党参议员克顿问道 字节跳动不是也有一个党支部吗 周寿兹回应道 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克顿又说道 所以你的母公司受到中共国家安全法的约束 要求对党负责 有自己的内部党支部 你对那家母公司负责 而你想让我们相信你不在中共管辖之下 周寿兹一直强调 他是新加坡人 并没有中国公民身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护照 克顿表示 不幸的是 新加坡是世界上受中共渗透和影响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这次听证会上 从孩子和家长的录音证词开始 他们表示 自己或他们的孩子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剥削 现场还有很多因为自残而失去孩子的父母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对周寿兹证词说 我要告诉你 我不相信你 美国人民也不相信 如果你看看为什么在中国 TikTok向孩子们宣传科学和数学视频 教育视频 限制孩子在TikTok上的时间 而在美国 你却在向孩子们宣传自残的视频和反以色列视频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克鲁兹用数据对比说 如果搜索像泰勒 斯维夫特或者川普这样的主题 研究人员发现 TikTok和Instagram上的帖子数量比例是1比2 但是如果用维吾尔族当主题 这个差异会跃升到1比8 以西藏为主题 则会跃升到1比30 天安门广场跃升到1比57 而香港抗议更是跃升到1比174 昨天1月31号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 环球音乐与TikTok的合作 在昨天1月31号已经届满 环球音乐抱怨TikTok不想付给艺人以及歌曲 创作者合理的报酬 还有知识产权费 还支持AI代替艺术家 而且放任平台上充斥着仇恨言论 以及欺凌和骚扰等等行为 环球音乐将会把旗下艺人的作品全部下架 到时候TikTok用户将无法再听到 那些欧美一种大牌的歌曲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在1月31号 华盛顿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说 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强制劳动营 而他们的器官却被中共摘取 他称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 约翰逊还强调 中共针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 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 包括强制绝育 强制居留和再教育等等 他说道 中共这样的政权 无法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性上 为公民有所贡献 一点也不足为奇 但当一个政权因为宗教信仰而限制和折磨人们时 那就是暴政 2019年 总部设在伦敦的中国法庭已经得出结论 中国一直发生着大规模活摘器官的事件 虽然法轮功询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 但是藏族维吾尔族等等其他受压制的宗教团体 也都是受害者 2023年3月份 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 两票反对 通过了一项活摘器官定为犯罪的法案 而德州也在2023年6月份通过了一项法律 禁止医疗保险公司资助使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 联邦众议院史密斯是众议院反活摘器官法案的提案人 他在周二的峰会上对《大纪元时报》说 通过这项法案的时机已经来临 他说道 如果明天习近平需要一颗新的肝脏 他会找一个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 也许是维吾尔族人 我的意思是 他所迫害的人正在成为器官来源 这难道不令人愤慨吗 这简直就是德国纳粹的翻版 好 接下来您关注几个热门消息 先说第一个消息 今天2月1号 网友发了帖子说 网红王大军老公因为一线癌去世 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 但可惜不是你 网友在评论区询问说 诶 这王大军是什么名人 还值得上热搜呢 其他网友回答说 不是名人 但是这个癌是名癌 小兰查了一下微博 确实呢 微博上像奇鲁晚报 山海视频 每日热搜 都有王大军先生去世的消息 还有很多博主呢 也都发了这个消息 那对于王大军这个人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那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这么火呢 我想大家一听 估计就乐了 因为最近海外有消息爆出 习近平突然报受的原因 据说呢 是得了一线癌 所以网友就说 看到这个消息 本身觉得很惋惜 但是又觉得好笑 也算是帝王病了 我查了一下 奇鲁晚报的这个消息下方 有近500人留言 有人说 这事呢 为什么在墙内流传的这么广 评论里知道的人 看来是不在少数 小兰觉得 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 习近平患上一线癌这个消息呢 不一定是真的 习近平到处都是敌人 那这个消息 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墙内 都能疯传起来 也说明很多人想发泄发泄 甚至有人想盼着这事能变成真的 所以呢 有网友就说了 大家都盼着一线癌战胜某人呢 可惜不是你 第二个消息是 X平台有网友发了帖子 视频显示 1月31号大陆一名男子 竟然爬上了四川著名的 乐山大佛的头顶 并且还站在上面小便的事 影片曝光以后 引来网友一片讨伐 先说这乐山大佛 是世界上最高的十佛像 总高71米 小兰曾经去过那里 记得当时导游介绍说 乐山大佛脚下是大渡河 清一江 还有闽江的三江交汇的地方 水流非常急 年年发大洪水 船经过这里经常是翻船 一个和尚不忍百姓受难 于是就开始建造佛像 来镇住水患 佛像的据说是从唐代开始建的 用了三代人90年才建成 视频曝光以后 很多网友就留言 有的人说 孙悟空都不敢这么狂 这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找死也不用这么极端 这下轮回十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还有的网友说 中共治下的人民 无神论占天斗地 连神佛都敢欺 报应也会随之来临 视频里的这个男子的举动 是引来了现场民众的愤慨情绪 管理员说 要送他去医院做精神鉴定 可见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正常人他是干不住这事来的 小兰觉得精神病也不是被原谅的理由 你的家人在做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去那里的人都是去拜佛的 不管现在的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拜佛 有的人是真信 那有的是求 把这个求佛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了 但是有一点 去的人起码相信你才会去 你可以不信仰 可以慢慢来 但是你别亵渎 文革的时候 多少砸佛像拆庙语的人 遭到现实报的故事 可见天道轮回又能饶过谁呢 第三个消息 是刘德华首次当选了中国影协副主席 这个消息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前两届任这个职位的是成龙 央视也在新闻中给了刘德华大大的镜头 很多网友不解 要钱有钱 要名有名的刘德华图什么 这个年纪应该去英国享福了 怎么会去趟中共的浑水 当然也有网友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也许是受到了威胁 有网友还发了香港演员黄秋生 在节目中受访的视频 黄秋生谈到自己被中共封杀的时候说 不是你退缩 他就会放过你的 他只会更变态的折磨你 因为从一开始 他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你 小蓝想说呢 华仔的电影 我也是从小看到大 最近港府准备在今年通过23条国安立法 这可以说是对香港的经济彻底的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共的这碗饭真的不好吃 每一个香港人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那对于刘德华接过了成龙的接力棒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请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蓝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